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SEI BAKAKU 出門在外只有盛化司 Yeah 芒果愛露出 Yeah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呢 米型 Nissan 你是不是用這一支不知道怎麼 因為我現在追焦在你上 不知道怎麼追 米型你上 不行啦 他還是在照我 我也看到他 今天非常耳異 我們今天開我們這一台 這個手牌Saviro 絕無精油限量手牌Saviro 我們開著最耗油的車 我們去牽最省油的車 最省油的車 而且是同廠牌的 我今天特地從我們的店裡面挑選了 紅廠牌的車子 覺得非常有教育意義 跟紀念的意義 傳承的意味 這台車也買不到了 這當初也是一時之旋 現在下雨天啊 開車要小心喔 我怕跟阿呆一樣 我現在有點害怕 是你害怕還是我該害怕 喔拜託 老司機捏 只是說這個雨刷刷起來會乖乖叫而已 車怎麼整理了 雨刷也不換 好啦今天就是我們的喜提阿綠亞之日 帶觀眾朋友到冰江展示中心去交車 好不好 訂了好久喔 我們什麼時候訂的 新車展訂阿 12月吧 去年年底嗎 對阿 2023年年底嗎 那很快阿 那也不到一年耶 那也蠻快的阿 9個月就交車了 我也要等很久耶 我當初本來想說先訂再說 先把那個娃娃搞到手 交不交車再說 沒有阿 最近也沒什麼車好買阿其實 好像也沒什麼新車特別的 特別的讓我想買的 所以我們就先買先贏了好不好 上次吊老大開來的是那個水泥色的嘛 灰色的 喔水泥灰的嘛 跟那個X-Trail的E-Power一樣的嘛 欸沒看過白色本尊嘛 應該還是有點期待吧 我們是黑白雙色的 我們是黑白雙色的對不對 我本來是要改金的啦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給人家訂白的啦 那他說改金的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說要等多等一兩個月 各大車評在上個月都已經上片了 流量都還不錯耶 欸我跟廖老大那一片流量好像 二三十萬有喔 我是沒去看喔 我看的時候應該有二十萬的 不知道是不是檳榔層的關係 好啦連結幫他放一下 可以去複習一下 還是不要把這片看完好了 不要去看他的 出發啦到泥山冰箱展示中心 去看我們白色有點期待啊 你看這個是那個 TOMICA 不對啊沒有白的 沒有啦 我們本來是改金的 可是金他等比較久 這個是提帶 對提帶部分 然後還有咖啡豆 為什麼是二十三 Nissan 啊 以及Nissan Nissan Nissan 以及Nissan 因為我們有充電金跟充電樁 對 之後會是二選一 但是因為我們在 呃7月前去做下訂的話 是有符合 兩者都有的 喔好 對所以我有充電樁 會直接寄到您公司地址 是 然後另外充電金就是要幫我選擇 有三個平台 您看你要怎麼賄賂 總共有兩萬元可以去做分配 他就是有 有 跟這個民營的充電站做配合 那他給了兩萬塊錢的充電金 你可以去配合要給 哪些民營的業者 好反正有三間 可以去分配那兩萬塊錢 那我們再來就是去看實車的部分 好我們去看車啦 耶 哇 Joke還有在賣耶 快賣完了 欸白色的還不錯吧 而且他這個是 中間灰色的地方是 蓋子 銀色的地方是 鋁軒 好啦我們先上車看功能 飄一點點雨嘛 好不好 之後我們再詳細的介紹 欸這個椅子是中間雞皮的有沒有 我很喜歡他這椅子喔 我上次坐過了 這椅子中間雞皮的 這專業沙發場真的很舒服 來吧上車 那我們直接 好你幫我踩 對 等一下 喔銀兵模式來了 好銀兵模式 哇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開機音樂 我把它調到最低 我現在把它調到最低 哇他方向盤可以推得蠻後面的 對 他剛剛鑰匙在他那邊 他只有他那邊能開門 對 這個的話他是跟 呃之前Centra 一樣他有個車門解鎖選項 就是看我這邊要不要先幫你設定 按一下就是四個門都解鎖 喔你說這一邊就可以設定了 這呃儀錶板這裡 那按兩下是不是全開 按兩下就是全開 好那應該不用再設這樣就可以 應該不用再設定 OK 開頂然後設定可以 喔觸碰是不是 對觸碰是 你看阿達他的燈終於不是那個 廁所那個燈了 真的人家現在已經是這個 LED觸碰了 帥 這什麼 左邊的話就是控制前方儀錶板的資訊 對 那儀錶板的部分啊 我們要有兩個 兩種主題可以去做切換 他中間螢幕就會比較大 喔 會變耶 第一個就是像這種比較圓形 像噴桶一樣的 對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電量 然後 你有把它充飽看是多少 您說充飽看是多少 100%是多少 我記得好像是500多 好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跟車的系統 他的圖示的話跟HL都一樣 都一樣 他的設定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電子手擦車在這個位置 喔就是 然後AUTOHOLE在左手邊 他分的比較開 後面這一排 在那個方向盤的左邊 有電動後車箱 然後這AUTOHOLE 然後中間的話我們就是觸控的螢幕 這是他把它連在一起 這邊就可以用觸控的 然後環景 CAMERA在這邊 對 然後主頁 這個的畫面的話 是跟HL二四年式的主機也是都是一樣的 它一樣是會投射到 對 那個抬頭顯示器 對如果使用原廠大航 一樣會投射到抬頭顯示器 然後再來就是加熱跟通風 在這邊 椅子嗎 對椅子加熱通風 然後它是從這邊設定 然後這裡就是溫度的部分 看一下鑰匙摔不摔 還是跟S吹耳一樣 跟HL類似 對很像 很像 幾乎是一樣 新的CASE也是要不一樣 雙黃燈的位置在這裡 欸 我以為你沒講完 喔對有啦 然後這一顆是控制 就是上一手下一手 往上跟往下嗎 對往上跟往下 雖然它上下都可以 上下都可以 沒錯 排檔桿的部分都是跟HL很像 一樣就是現排的方式 阿大你看這很屌 有沒有 這很屌 這超低 這超低 你看那個發光 左右兩邊也都有 這個 這個是沒用啦 就發光而已 對 它說這個是那個 日本那個 核式的那個門 核子啊 它像核子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 插手機的 從這邊可以插進去 那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無線充電盤 喔亮了嗎 它從這邊可以插進去 可是其實它就是這樣 欸咻 有沒有 它從這邊 它可以這樣直接插進來 欸它這個無線充電盤 其實蠻強的耶 因為我裝這個殼 我很多無線充電盤 其實不能用 我說殼太厚 因為它有一個環 我這個環是可以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我很多充電盤 我這個殼是不能用的 但它這個磁力應該是蠻強的 而且啊 它只要一充這個就會亮 然後它像接觸不好 它就會閃 沒有這我殼的問題 好 Drive Mode 在這邊 T-Pendo在這邊 那個動能回充在這邊 選B的話就是它可以充電 B跟這個類似對不對 您說B跟E-Pedle嗎 對啊 類似但是B的回充 比較沒有這麼強 然後E-Pedle部分 也會根據您 那個模式調整的 煞車力度而不一樣 也會不一樣 對 然後兩個Type C是不是 一個C 一個A 然後兩個A 加熱座椅 加熱 那只有加熱 對 後座只有加熱 我現在中間的這個推到最後 欸所以兩個人開 就退最後就 欸啊大概退最後 這個就出現了啦 對這個就有一個點燃器 然後一個A跟一個C嘛 然後一個置物盒 所以兩個人做其實 退最後很方便 現在的車很簡單啊 沒什麼太多 其實就都整合在這個裡面 跟這個方向盤裡面嘛 啊實體按鈕就是這兩根桿子 跟這兩顆 實體按鈕其實只有這三顆啦 然後剩下這裡也是半觸碰了嘛 這也算實體按鈕之一喔 然後它這個是可以找快充站的是不是 對 欸你看 等一下去快充站 喔速度還蠻快的 很怕你沒電 趕快讓你找到 喔這邊就有四個你看 有別間了 開去別間它會給你充嗎 付錢應該會 喔要付錢喔 沒有吧 我上次去要付錢 他跟我說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怎樣是不是在湊 哈哈哈哈 然後充電孔的話 就是在副駕駛坐那一車 欸那插頭看起來好像我LEAF的插頭 有腳踢嗎 有 有腳踢 啊我記得很好踢 對不對 廖寅廷在那邊踢有沒有 6吨 我記得它這樣踢一下就可以了 有沒有它很好踢 它這台真的是蠻好踢的 不用瞧位置什麼 排氣管啊 還是幫它哪個位置踢進去 有的是要用掃的 有的是進去出來 不能踢太裡面 有的要踢進去一點 不用掃一下就開了 哇它分成兩片還是三片 兩片 哇這超厚的 它這個寶力龍超厚的 有沒有看到 很深喔 欸有Boss欸 我現在還知道原來有Boss 補胎機在這邊 蠻深的欸 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有啦 會不會有玩壞 有啦有啦有啦 有 又放假了 看不怕 看不怕沒有 但是燈打開是一條的嗎 對 有欸 頭燈中間那段是黑的 好啦耶 交車完了 非常感謝童童 那要找童童要去哪裡找呢 明泉東路六段 欸明泉在那邊欸 對明泉 所以特地跑來這邊陪我們交車 對 好 可以去那邊找他 服務非常好非常專業 目前還沒有考島 那接下來呢 回去之後呢 我們再陸續詳細的跟大家分享 這台車的開箱 還有用車的心得 好不好 非常感謝你 謝謝 那我們就回去 再好好的開箱一下吧 再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好啦 交車完成了 那我跟你講啦 再說 開過了 你可以開看看 我跟你講 冰箱更好開 為什麼 我本來想說 就是 日本車 電動車 不就差不多這樣嗎 你等一下感受一下那個底盤 我跟你講 這是歐洲車 神奇耶 後來我才知道是雷諾的底盤 要了他跟我說的 所以他們只是共用底盤 應該是 所以這整個開起來 那底盤 歐洲車的底盤 硬邦邦的 有沒有 沒有那種軟趴趴的感覺 我認真講真的是 我那時候第一次開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開起來 我是有稍微有一點 小小驚艷到 你做前座是不是椅子又更好做了 比後座 蠻舒服的 對 它的椅子很厲害 它的椅子是那種 軟中又帶支撐 我不知道它現在還買不買得到 搞不好賣完了 最近 鬼月不知道有人賣車 鬼月可以去看車 不要買 搞不好鬼月可以殺更多會不會 造體前應該是會吧 對不對 反正你們有去看車 如果展間有放這個車 你們可以去坐看看 我覺得這個椅子啊 真的是不錯 比起它其他國產的椅子 真的有差啦 有差 我講銅牌我們不要講別牌 我們之前買過的S-Trail 那個Kix Centra 那個椅子 但一坐起來那個感覺是不是不太一樣 不一樣 這個比較有自身性 之前的比較偏軟 我是沒有研究椅子 但坐起來的確是 有那個價值感在 還是因為我花比較多錢 所以我就有帶入感 錢的感覺 我跟你講這個底盤啊 你要講它是舒適的底盤 絕對不是 這底盤是一個運動的底盤 整台車長得那麼像家庭用車 外觀啊 跟裡面的空間啊 還有這個走道 看就是家庭用車吧 又開起來像一台運動車 多麼奇妙 有一個衝突感 如果讓你閉著眼睛開 你會覺得這台 不能閉著眼睛開 看不到路 就很像你遇到一個良家婦女有沒有 然後事實上怎樣 你知道我接下來講到 在家裡的時候有沒有 怎樣 怎樣啊 恰伯伯啊 怎樣啊 怎樣啊 有什麼不好說的嗎 我跟你講 Nissan Infinity啊 它有一種那種玫瑰的 玫瑰車的感覺 從很久以前那種什麼 Q Q Q 看我已經忘記了 就是從很久以前 那個Infinity的車啊 Nissan的車都有一點點那種玫瑰感 你知道以前 Nissan的玫瑰車都很習慣在車上會有那個指南針 啊但這一點你年輕人一定不知道 嗯 只能實體的嗎 不管就是數字型的或是這邊會有那個指針 它是那個叫什麼液晶 然後用指針指著液晶方位 我在想說因為以前沒有導航嘛 美國地又大 所以它怕你迷路 然後它就會跟你講說你的方位 至少讓你朝著正確的方位走 嗯 不會越開越遠 所以以前的玫瑰車啊 我們買到很多玫瑰車 上面都很習慣性會有指南針的功用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一直延續到 Dissan一直延續到現在都還在用這個功能 是不是很少開到車上面還有這個東南西北 嗯 很少吧 你印象中是不是很少 可是Dissan還在用 它就把這個傳統延續下來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店裡了 我們再詳細的跟大家試駕分享一下 新車耶 對啊 哎唷 它沒有排氣管耶 沒有排氣管 廢話 電動車 好廢話 電動車 它才可以平整化 這個對我來講好像有點大 你覺得它有看嗎 光 上外表表 好像後來電動車好像都差不多了 欸我發現它 像一邊 一般剛開始進來電動車都一塊平台 喔 對啦 它這個就是 嗯 可是它 有 我先啟動了 有耶 有啟動了 欸真的耶 它冷氣出風口在這裡 小小 欸真的咧 你看 真的溫度可以一條耶 喔 附近還有機器座椅 你看 它馬達 還蠻大一顆的 還蠻大一顆的 欸我以為它前面是置物的 對啊我也是很小 它坐在它看一下 結果它馬達坐在前面 我一直都覺得為什麼 電動車啊 這個車頭啊 它都做一個平面式的 整個就是平的你知道嗎 平的不是狀風的話就是 風俗是不是更強的 不是這樣嗎 要做尖尖的 或是怎樣倒立 我想知道 可是它們都做平面式的 因為它們不需要散熱啊 你剛摸起來 因為它後來烤的那種 你摸 很像貼的 很像 很厚一層 你這樣很喜歡這種 仙富式車頂吧 像以前仙草有沒有 都是做這樣 有沒有 整個都浮起來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空間 看起來是真的 蠻有用心的 對整個都空的 我覺得 這個是創新嘛 後面也是空的 對啊 因為它不需要 不需要傳動手 或者是排氣管啊 因為它整個是 底盤是平整的 對啦 空間應該都還不錯的 我覺得這蠻厲害 它蠻用心的話就是 就像有沒有 這個木頭 它都會把它做的 一起成型 對現在它都做這樣 你看 後面是布的耶 非常有層次耶 哇 兩個不同的材質 直接對喔 然後又有點挑色的 它其實有點對喔 看起來突然感覺有點像 有分色 對分色 不要講太多了啦 留一點給老闆去分享 那講完了老闆要講什麼 沒錯吧 期待一下 拜拜 它這個 車頭我覺得好看嗎 我覺得頭燈好看 頭燈很對立 很細 這個 這看起來比其他車有質感 其他車是那種 黃瓜材質 黃瓜材質 自己的外面不是會有那個鐵板 哦 要拆開上去 還真的蠻像 還真的蠻像 輪圈好大顆喔 輪圈20吋的 20吋 好大顆喔 猜這是什麼材質 是塑膠的 而且全車幾乎真的都沒有 防刮材質 這麼高的人可以過去嗎 你多高 180 180喔 這麼好媽媽生的好 哦 好難喔 過去了 過去了 對阿 你要講你多高 然後爬過去的 158公分 這邊進 這邊我們進 好 挖過去囉 可以啦可以啦 唉唷 唉唷 輕鬆啦 這是有天窗版本的是嗎 沒有 台灣沒有 日本可能有 國外有 台灣沒有 我說它開門的那個 手把從裡面打開了 那個給你的回饋 是那種 有質感 沉穩的感覺 就有的車 開門的時候 那個門把不是 就是很輕很塑膠嗎 但我覺得這開起來 好那我們就簡單的看一下車 剩下就交給老闆 去更詳細的研究這台車吧 掰掰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 大美女許海莉 發意金庫 大美女許海莉 有些人 有些人